战争 战争 一 二 短短十数年就为非洲培养出了六位总统 八位国防部长 无数高级将领 在非洲军界你可以不知道北上广深 但你绝对不能不知道石家中 尤其是被非洲军官称为东方西点军校的石家中陆军指挥学院 非洲军队之间的战争 简直就可以说是石家中陆军指挥学院师兄弟之间掐架 那么为什么非洲军官都喜欢到中国进去学习呢 其实非洲军队的比拼主要是陆军的比拼 要去就去陆军最强的国家 朝鲜战争的金字招牌早已响亮非洲大陆 1979年 胜券在握的乌干达总统阿明突然对坦桑尼亚宣战 作为中国解放军的大弟子 坦桑尼亚军官运用在中国穴道的记载术 以及发动群众的政策 迅速让乌干达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短短四个月就消灭了乌干达军队 镇领其首都并推翻了暴军阿明的统治 还顺便把利比亚支援乌干达的一个装甲师消灭 此意让中国受训的坦桑尼亚军队在非洲实力大升 非洲各国建状也掀起了去中国学习军事技能的狂潮 2016年 南北苏丹为争夺油田爆发战争 这场战争简直就是非洲籍中国军校学员的毕业设计 北苏丹将领几乎都是中国国防大学学生 南苏丹将领则是成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战前中方还派出代表进行了调解 事项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校长举着酒杯 对大家说 同学们四海之内及兄弟给老师个面子 我们干了这杯酒 大家把枪都放下 结果 非苏丹将领说 我们国防大学可逼你们指挥学院有差多了 这一下南苏丹将领怒气爆表 你可以说我不行 但绝对不能说我母校不行 咱们战场上接 北苏丹经济实力以及装备都更好 但轻率冒进 中了南苏丹的埋伏 在战场上 败了就是败了 从此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在非洲更是名声大噪 不过 国防大学在2017年改组后 合并了指挥学院 从此只有国防大学毕业生 打败了国防大学毕业生这回事